我们来继续学习Linux多线程准设计 这一小节我们讲到了线程基本控制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清除操作 在学习进程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勾置函数AddExit 来安排进程推出时需要调文的函数 那么线程它在推出的时候 也可以安排自己的处理程序 这些函数被称为线程千里处理程序 线程可以建立多个千里处理程序 这些所有的处理程序 是安排在一个站中 所以它们的执行顺序 与它们的注册顺序正好是相反的 这也是站的一个特点 我们用P1CleanUpPush来注册处理程序 然后用P1CleanUpPub来清除处理程序 那么这个Push函数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要调文的处理函数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空心的 它是用来传给这个处理函数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函数Push和Pub 它需要陈对的出现 否则你的编译是无法通过的 也就是说你注册一个处理程序 就需要最后清除一个处理程序 那么什么时候这些处理程序会被调用呢 一旦你注册以后 有下连三种情况 可以使这些处理函数产生调用 第一个 现成调用了P1CleanUpPub这个函数 这两个处理函数相关的程序呢 是非常简单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手册 来慢一下 需要包含同文件 这个不必说了 还有连接写程库 那么看一下它的功能 CleanUpPush是压占了 放在占的最顶端 然后它的功能呢 就是一个处理函数 然后参数第二个Arg传给了处理函数 然后POP函数 它将一个处理函数移出去了 如果你电用POP函数的时候 不是一个零的参数 那么这个处理函数呢 在中间会被执行的 然后下面给大家列出了三种状况 什么时候去执行这些处理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 简单来看一下这个处理函数 我给大家同样列出一个框架 有两个处理函数 FirstClick SecondClick 然后打一句话就行了 然后有两个新线程 都是分别注册的两个函数 然后在POP的时候呢 第一个线程 POP一个是1 另一个是0 然后就片了 第二个线程 也是POP 但是呢 它在坦数的时候呢 是用了两个零参数 最后呢 用P算的Goinside来推出 主线程非常简单 直接创造两个新线程 然后睡眠 让新线程有执行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操作器种 来做一下 我给它提名算的Click.c 朋友呢 在这里边 我写了一些简单的注释 接下来呢 写程序 第一步切写两个清理函数 它就反复就是空间的 FirstClick 传拆也是空间的 与现场的启动函数相类似 然后更加打一句话 我先用到这个函数 FirstClick 最后我马上就返回就可以了 那写第二个清理函数 复制粘贴就行了 改一下名字 SecondClick 接下来我们来写新线程的启动立场 也是空间的 算 发个行李 在这里边我们首先打一句话 证明这个线程存在过 然后呢注册两个清理函数 P-Swipe CleanUp Pulls 第一个禅数是清理函数的 Pulls的Clean 第二个禅数是用来给它闯差的 因为这是第一个现场 所以我打闯差是Swipe1 然后再注册一个SecondClick chase 刷刷了也是现场1 读成完之后呢 我给它销毁一下 P-Swipe3 P-Swipe3 CleanUp Pulls 我先用一个1来进入这个pop 然后再用一个2来进入 我换一个0吧 这个0和1是两个不错的类型 最后呢我返回就选了 我再选1 来写第二个是先现成 复制一下 然后改下名字 翻个上2 这里边都改下2 然后长参的便是摔的2 第二个现成 在这里边呢我都用0参数去调用pop 然后呢最后我不用Uter 我用p算-excit 好接下来我们来写组现成 非常的简单 先定义两个变量pid1和2 然后定义一个接收法和折断 接下来就来创造现成 接下来写组现成 第一个参数 同样是pid 缓拆 发行1 母参数 然后呢需要做一下创断 成功了 成功了 同样是打一句话 然后退出 再创造另一个现成 处置粘贴就可以了 省点事儿 把这里边名字改一下就行了 tid2 创造成功之后呢 就睡眠 让新鲜成就最后去执行 来两秒钟吧 然后就可以返回了 这个程序呢 是非常的简单 没有什么复杂的操作 就是要求这个pid1的cleanup push和prop呢 要成对的出现 否则别语不会通过的 我们先来把这个注释掉一个 看看会不会用 给你什么其他的反应 别一下 pc-rpid 面接写成酷 别忘了 pc-rpid 有错误 而且这个错误呢 很奇葩 大家看到没 有时候看不懂拿错了 我们把我刚才注释的这个地方呢 去掉一下 试试 然后呢 再逼一下 诶 最后就没有抽了 只有那个警告嘛 是因为这个push函数 它的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空线的指证 所以不兼容 这个无所谓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 室外的click 大家看这个结果 线乘1和2 然后这个清理函数只有线乘1的第二个清理函数被执行了 这是为什么 我们再翻过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线乘1的第二个清理函数 我们在掉用pop的时候 我们知道 因为这是一个赞 对吧 所以后注册的 先运行了 所以呢 这个pop1 那么对应的second click 是转移1 然后pop0呢 是第一个 因为你用0参数掉用的 所以呢 它不会产生一个清理函数 第二个线乘 第二个线乘 我们看到第二个线乘都用0 来注册 最后pop 所以呢 没有执行开 我们把这个0改成1 看看这个注册 这个清理函数 有没有去执行吗 因为这个代码里面说过了 用p算-excit呢 它会响应这个注册的函数 我们再编一下 执行一下 算-2 second click first click 算-1 second click ok 第二个线乘呢 都执行了 那么为什么我刚才用的 这边是个0 它就不执行了 当你这个是0的话 在添误一下的函数之前 这个清理函数 它已经被取消了 所以呢 即使你带掉这个excit 还是无法执行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p算-excit 写到前面 来测测它的结果 同样 我在pop的时候 用0来调用 按道理说呢 用0调用呢 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但是呢 你提前调用这个p算-excit 函数 而调用这个函数呢 它会响应这个清理操作的 我们看一下 再执行一下 好 我们看到了 第二个线乘它的清理函数 都被生命的执行了 就是因为呢 在它pop之前呢 已经调用了excit 它响应的处理函数 关于现成的清理操作 这个 比较简单吧 可以说是 然后呢 给大家留了个作业 在响应取消请求的时候 它也会调用这个清理函数 那么这个呢 大家自己来验证 好 好 好